2017年7月,斯里兰卡与中国签署了关于汉班托塔港的管理开发协议 作曲 李宗盛 而随着内战的发展 斯里兰卡的负债率继续攀升 到了2009年,斯里兰卡政府宣布内战结束的时候 斯里兰卡政府几乎破产 与此同时,连年的战争也破坏了国内的经济基础 斯里兰卡想要凭借战后的经济发展来偿还债务 根本就不可能 没有钱偿还债务,也没有钱发展经济,怎么办? 斯里兰卡政府一边继续向其他国家借钱 一边不断寻找能够打破现状的方法 在经过仔细的考虑后,斯里兰卡决定开发一个国际港口 于是,他们看中了这个位于国家南端的小鱼港 汉班托塔港 实际上,在内战尚未结束的时候 斯里兰卡政府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小鱼港 有专业公司评估说,到2040年,汉班托塔港将成为国际大港 然而在那个时候,建设一个港口对于斯里兰卡来说过于艰难 于是,斯里兰卡政府决定将建设港口的工作进行外包 但是,许多国家并不看好这个项目 所以纷纷拒绝了斯里兰卡 最终,中国表示愿意援助斯里兰卡建设港口 经过两国政府的多次谈判,双方达成协议 中国进出口银行最终同意向汉班托塔港第一阶段建设提供85%的资金 总共3.06亿美元的商业贷款 期限15年,利率6.3%,宽限期为4年 后来,在港口建设的第二阶段 中国进出口银行又提供了9亿美元贷款,利率设在2% 2008年,由中国建筑公司承建的汉班托塔港工程正式开始 两年后,港口建成,交付斯里兰卡政府 虽然在建设港口的过程中 中国又出资金,又出劳力 但这个港口的所有权与中国并无任何关系 汉班托塔港在斯里兰卡政府的管理下 并没有发挥它的实际作用 仅仅几年的时间,就让斯里兰卡政府亏损了约3.04亿美元 业务单一,基础设施薄弱,没有市场 汉班托塔港根本就无法吸引来往船只停靠 汉班托塔港一年的收入 甚至不足以按时偿还中国的债务 这个港口为斯里兰卡的债务危机 带来了雪上加霜式的打击 汉班托塔港的亏损导致了当届总统的下台 2015年,斯里兰卡在组建新政府后 已要偿还中国债务为由 要求中国政府一级处理汉班托塔港 经过多重协商 中国招商局在2017年花费11.2亿美元 从斯里兰卡政府手中 购得汉班托塔港70%的股权 并获得由斯里兰卡政府和斯里兰卡港务局授予的 期限为99年独家开发、建设、经营的权利 同年12月9日港口的资产和经营管理权正式移交 经过这次全力转移 中国招商局将承担往后汉班托塔港的一切风险 包括盈亏 在中国接手汉班托塔港后 很多国家都认为中国陷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陷阱 因为汉班托塔港确实没有任何盈利的优势 汉班托塔港在建成后 与斯里兰卡首都克伦坡的商业港口竞争激烈 然而不管是过往船只还是其他船只 都更倾向于选择克伦坡的老港口 而不是新港 因为克伦坡作为斯里兰卡的首都 不仅工业基础良好 还拥有更大的市场 反观汉班托塔港既没有良好的基础条件 也没有市场 仅想要凭借停靠业务盈利 基本不可能 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便污蔑中国 认为中国之所以要拿下这个陷阱 就是想要将这里建设成中国的一个海军基地 方便控制印度洋 然而 他们忽略了中国与斯里兰卡政府签订的租用协议 在中国与斯里兰卡99年的租用协议中 斯里兰卡政府直接声明 租用给中国的港口是不能作为军事用途 中国政府同意这一条 实际上 斯里兰卡愿意将港口租给中国 就是因为在2015年之后 中国已经成为斯里兰卡最大的债权国 而根据国际规定 一些外债如果按期无法偿还 或者耍赖抵债 或者用资产进行抵债 而对于依赖外债存活的斯里兰卡 只能选择以资抵债 所以斯里兰卡政府很爽快地 将汉班托塔港租用给了中国 招商局在接受港口后 开始解决该港口的盈利问题 针对没有市场的问题 招商局协同斯里兰卡政府 不断优化这里的交通条件 不仅修建了直达首都克伦坡的公路 还修建了机场 除此外 斯里兰卡政府和中国招商局 也在不断加强这里的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对港口新的建设 预计在未来几年中 这里的港口业务将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对于如何管理好汉班托塔港 中国招商局非常有经验 因为早在2012年 它就曾成功管理过斯里兰卡 克伦坡港口 那么这个港口 究竟对中国来说是赚了还是赔了 如果单从汉班托塔港的商业发展来看 无疑是亏损的 虽然中国在接手后转变管理方式 并对港口进行较为完善的建设 但这并不能在短时间里 改变汉班托塔港 在与克伦坡港商业竞争中的不利局面 然而 当目光不仅仅是放在商业利润上之后 它对于中国的意义十分重大 斯里兰卡一直被称为印度洋上的一颗明珠 它北边连着南亚 东阶太平洋 西边可以到达中东地区 很多亚洲国家的石油运输船 在离开中东后 都将这里作为中转站 而东西方的海上贸易 也几乎从这里经过 中国大部分的商业贸易船 在离开南海后 也是要在斯里兰卡停靠的 过去中国商船停在这里 要受到斯里兰卡政府的制约 如今有了这个港口 中国商船将得到最大程度上的保护 最主要的是 这个港口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 前后照影 无形中扩大了中国在印度洋上的海上贸易链 所以中国在明知汉班托塔港 商业利润低下的情况下 还花费重金租用 其目的就在于此 并且随着不断发展 地理位置更加优越的汉班托塔港 总有一天可以击败克伦坡港 成为斯里兰卡第二大经济区 第一大港口